今天在這裡 我回想起 8 年前 有到苗栗的海洋蜂場 視察樹立在海上的兩座示範蜂場 不久之後 陌續能源就來到臺灣 並參與投資海洋蜂場 2019 年 128 個MW 海洋蜂場也完工了 那是臺灣第一座商業規模的離岸蜂場 今天 我要再次恭喜臥序能源 在投資人夥伴 加拿大魁北克推銷基金 以及國泰私募基金的支持下 完成了 900 個MW 大彰化東南以及西南的第一階段離岸蜂場 這是目前亞洲最大的離岸蜂場 從臺灣第一到亞洲最大 在這個過程中的持續投入 使得臥序以及丹麥成為 2022 年 單一年度對臺灣投資最多的外資企業和國家 在這裡 我要對臥序引進資金 技術來到臺灣表達感謝 從 2016 年到現在 離岸封建已經安裝完成的 296 座 累積裝置容量已經達到 2.37 ギガ瓦 預計在今年 風機的座數將超過 300 座 臺灣不只領先亞太 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 這些風廠產生的綠電 為臺灣的產業和社會 在接下來的近零時代的競爭力奠定基礎 各位朋友 我們用 8 年的時間 讓政策在譜書上 兩元轉型 4 個字 變成我們眼前實際的場景 現在 臺灣有亞洲最大的風廠 也有自己的離岸風電供應鏈 像是今天現場的新達海基 韓氏基剛 就是為臺灣建立起水下基礎的生產能力 另外 我們在現場也有東方風能 他們的母集團 從近岸的海事工程起家 如今 東方風能 籌組了臺灣最大規模的離岸工程船隊 目前 他的目標是放眼亞太 還有 臺灣參與建造的 亞洲最大的海事工程船 環海翡翠倫 此時此刻已經在彰化外海工作 而今天 我們所在的臺中港 由臺灣港務公司經營管理 因為離岸風電的進駐 成為亞洲最完整 離岸風電建造和運維的聚落 我們也看到很多臺灣的年輕人 在離岸風電的這個產業成家立業 像是從大彰化風電開發到建造的期間 廣市臥虛內部100多名臺灣員工 就有超過20個新生兒的出生 我認為這個出生率跟豐廠 完工並年一樣值得嘉許 我們是不是給他們掌聲 另外 在我進入運維中心前 我也接受了安全說明 我感到這個產業帶來的更全面的公安觀念 能源轉型的背後 有產業的升級 有人才的成長 有民間的投資 有公安的提升 能源轉型的背後 更有臺灣人對於新事務的挑戰 以及對永續發展的追求 在臺灣能源轉型的這條路上 我們很高興有臥序 還有許多本土和國際開發商的投入 我要感謝在座的公民營事業 銀行 學術單位 法人機構 和在地的供應商 各位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 當然 還有我們沈農津資政 還有王美華部長所帶領的經濟部團隊 包括能源署 產發署 過去八年都在第一線上打拚 我們是不是給他們一個大大的掌聲 我愛你 未來 我們可以很驕傲地向孩子們說 看看臺灣海上的那些風機 那是我們這一代人 為了下一代人的永續發展 替臺灣留下來的資產 我們一定要邁向更乾淨更永續的未來 這條路 臺灣會堅持地走下去 我們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來ら自我 問三全市交的 可革命